小灰 小灰 小灰你给我出来 小灰你 小灰你 干啥呀 童话 这一家子真是幸福美满 毛鸭鸭 你又来和我抢相辉了是不是 你可真是我的好闺蜜啊 在我生活最艰难最活不下去的时候 你还来抢我最心安的男人 童话你能不能别闹啊 你瞎说八道什么呀 分明就是相辉来缠着我们家鸭鸭的 童话 相辉本来就是我们鸭鸭男朋友 是你不要脸在线的行吗 我跟你讲啊 别在我们家讲话 赶快走 妈 嫂子 你们别管了 这是我跟童话之间的事情 妈 先带孩子出去吧 别吵着他 他都快想哭了 老伯儿咱们走啊 咱年轻人事咱管不了 相辉 你今天必须和我说清楚 咱俩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清楚了吗 童话我求求你别闹了行吗 快走 我不走 童话 有什么事情 你今天都跟我说 相辉 你也出去 说吧 杨雅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们之间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问我 我们之间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怎么不问问自己 我们之间怎么会变成这样 还有 你有把我当你的闺蜜吗 在你跟相辉好的时候 你有把我当你的闺蜜挚友吗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有 我有 我一直都在想 是 我没有办法 我真的很爱她 杨雅 我就特别奇怪 为什么我处处都不如你 为什么你身边的男人都喜欢你 就因为你比我漂亮吗 可是我童话除了这一点 哪比不上你啊 童话 你说这一点 我觉得特别地讽刺和可笑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以前多羡慕你吗 我羡慕你聪明 我羡慕你漂亮 我羡慕你像一个公主一样 什么都有 可是我不会去羡慕别人的幸福 我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渺小 而感到自卑 更不会去抢夺 本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你说得可真好听了 芽芽 我都想为你鼓掌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就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 你不要再和向辉见面了 我真的离不开她 向辉是孩子的爸爸 他有权利去爱孩子 我没有权利阻止 你也没有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答应我这件事呢 芽芽 只要你肯答应我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 行吗 儿子回来了 吃个饭了吗 吃了 妈 我刚才啊 看见毛压压了 毛压压 是啊 看见她呢 和孩子的亲生父亲他们在一起 一家人带着孩子 真是开心 让人好羡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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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喝成这样啊 你这晚上跟谁喝的 我一直在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接 你们怎么都还没睡了 没睡 没睡 都在等你 都在等你啊 去 赶紧的 去把火哥煮那个 解酒茶 解酒茶啊 好 为什么喝这么多呢 妈 我好 很瘦 我心里面好大瘦 妈妈知道 妈不知道你难受 你不要这样这样子 妈妈会更难过 知道吗 我心里好难受 乖 乖 一会儿喝了解酒茶 你就会很舒服 来 谢谢妈妈扶你去房间 来 起来 把手给我 把手给妈妈 小心茶几 小心茶几 来 妈 要不让我来吧 你难怪能不要跟着我们了 你看见没有 她有多么的伤心 多么难过 如果你真心对她好 你还有良心的话 我求求你 你给她一点私人空间好吗 我谢谢你 好 来 乖 你们都能看见自己的痛 我的呢 你们谁能看见我的心在流血 各位 今天下午安查尔先生呢 还有几位领导会来视察 我希望你们做好所有的准备 好不好 今天的会呢 就先开了点名 散会儿 咸敬 刘虎 你没事吧 安查尔先生呢 挺看好你的 我希望你做好所有的准备 别让他失望 我希望我们销出所有的隔阂 做一个真心的好朋友 我希望我们销出所有的隔阂